郭台铭写汉工厂研究3,富士康如何利用农民工的低人权优势,从富士康事件到富士康效应,6月05,2019,台湾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秘书长曾招名在新台湾智库从富士康事件到富士康效应的主要重点在从跳楼事件谈到富士康长久疏于管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的企业责任,鸿海EAPS运作只是进行补往性质的事后防治措施,之前看见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说郭台铭为当时富士康发生连续跳楼事件邀及� 多心理学家前去处理云云,显然这位美国南加州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为学生所遭遇的学习困扰及情绪障碍提供专业协助的专家并不真正了解郭董对自杀事件的真正看法 郭台铭在少康战情是专访对员工跳楼自杀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第二代农民工抗压性与性格不如第一代农民工,二是高额抚恤成为诱因,三是富士康很完美所以没有责任,根本未提及富士康特殊高压的管理模式 曾招明指出员工协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EAPS在鸿海运作上的差异在欧美等先进国家来说,EAPS主要的目的是在于协助员工解决可能影响其工作表现的个人问题 在具体的施行上,大都以健康检查为主,其次是提供医疗人员及健身设备,最后才涉及个入工作压力,心理困扰,婚姻家庭与其他心理健康的问题的协助 以欧美企业的情形来说,在私人服务收费昂贵的社会里,实施EAPS既是员工福利的一环,同时也是借由解决员工在生活,工作上所遭遇的问题与困扰,来协助员工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从而增进其生产力 这种劳资双赢的基本性质,是合一我们在欧美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里经常看到EAPS基本原因之一 EAPS运作的逻辑还是延续着鸿海集团一贯对于员工自杀事件的自我认知,与工作因素无关,因而不涉及因管理程序与方法而衍生的企业责任 我们也许可以公允地说,在鸿海集团的认知里,并不以为企业有管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的社会责任,也不清楚存在着相关的管理工具,而仅仅单纯地依靠着EAPS进行补往性质的事后防治措施 不幸的的是,这一系列的策略选择,无疑只会使得前面提及的客责性被论雪上加霜 可是,如果鸿海集团一开始选择的不是一概否认员工自杀存在着与工作相关的因素 如果鸿海集团愿意务实地邀请客观的第三方研究单位和公民团体,对工作安排所造成的社会心理风险进行基本而科学的厘清和调查工作 我们对于鸿海相关的企业责任课题,早该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也应该足以规划出明确的改善方向,而不是如同现在,在身后留下了一团永远无法拨清的迷雾 曾昭明在该文的另一重点是中国的农民工问题,由于城乡隔离二元体制导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没有履居城市的公民身份 富士康利用了这个低人权优势对他的出口经济做出了贡献富士康过去的宿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在城市建设不足的情形下 以承认中国农民工被剥夺城市户籍的现状为前提,动员企业资源对农民工的城市居留和生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富士康以封闭性的员工宿舍对农民工的时速提供有效率的安排时,也就无意中承接下了本来该由政府与整体社会面对的农民工权益问题 省略号 我对此的理解是,富士康用侵害人权的方式协助中共部分解决了农民工权益问题 吴建民,廖青化在富士康事件与中国模式指出,深圳把社保分成一般市民与外来人口两大类 200多万的深圳户籍人口保的是城镇职工社保,1000多万外来民工不是没有上社保的幽灵工人 就是保外来人口综合保险,两者保费与福利待遇有极大的差距 上海等大城市也都采取类似的社保二元制,户口制度帮忙全球资本省下一大笔福利费用 换言之,富士康的外地农民工只要负担外来人口综合保险,省下了一大笔福利费用 这就是郭台铭在全中国各地富士康享有农民工的低人权优势 Blackjack2019年6月5日,自杀警语,提醒您,自杀解决不了问题,给自己机会 自杀防治咨询安心专线,0800-788-995